特首辦對本港的美國國會參議員克魯茲 向傳媒提到沒有見到香港街頭暴力行為 表示匪夷所思 特首辦說 尊重外國政客發表言論的自由 但應該以事實為基礎 應該思考如果同樣情況出現在他們國家 會怎樣處理 不應該不負責任肆意批評香港 甚至表達對暴力行為的支持或認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原本星期六應對方要求會面 但因為有公佈而取消 外交部駐港公署也批評克魯茲 事意展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睜大眼說謊 掩著良心攪破壞 公然來港做作騷表演 為極端暴力分子搖旗立陷撐腰打氣 對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大放決詞 指手畫腳 表示極度憤慨予以強烈譴責 指手畫腳 大眼說 感谢观看